超强飓风米尔顿席卷美国佛罗里达州 大部分地区继飓风海伦尼之后 再度遭受毁灭式的破坏 美国白宫估计这轮风灾造成的损失 可能高达500亿美元 相等于大约2144亿令吉 总统拜登表示美国有必要加强电网建设 并且承诺将会向国会申请更多的资金 加大援助力度 拜登星期五在白宫的简报会上指出 有鉴于现阶段已经确定具体的金额 他呼吁国会提供更多资金来赈灾 拜登将在星期天访问佛罗里达州视察灾情 此外正在摇摆州亚利桑那展开竞选活动的贺锦利 透过远程参加了最长简报会 他表示将继续和当地以及州政府协调资源 包括食品、医疗用品等等 并且会和相关单位合作 希望能尽快恢复水源和电流供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